道德三皇五帝 功名下侯商周 五霸七雄脑春秋 倾可兴亡过手 青史几行名姓 北盲无数荒丘 前人播种后人寿 说沈龙正 虎斗 说这么几句 定场诗 咱们今天说的这个回目啊 叫玉禅厨 也说清楚了 玉 是金玉的那个玉 用玉做的这么一个蝉厨 可不是说玉进来蝉厨 碰见蛤蟆了 不是这个意思 是一个物件 这东西不会说话 是个玩意儿 但是通过它 是一对恋人 终成眷属 什么时候的事呢 明朝 永乐年间 在哪呢 孤苏地带 有这么一个念书人 这个姓是非常的少见 他姓凤 凤凰 凤凰的凤 叫什么呢 来仪 多好听 取有凤来仪的意思 凤来仪 凤相公 聪明之极 从小的时候 四五四 提笔能写字 你要说吟诗啊 达对啊 好多人还都不是他的个儿 念了多少年书的 跟他做了一块 三说五说 你干不过人家 聪明 可有一样 父母去世的太早了 顶到十四五的时候 爹妈都死 这个对孩子来说是个打击 少年丧父 中年丧妻 老年丧子 人生三大不幸 凤来仪就算是这样的 十四五 父亲母亲都没了 而且倒霉在哪呢 自己父亲的这边啊 亲戚很少 你要说叔叔大爷多点啊 互相照应着 没有 他爸爸行大 下酒一书 这书啊 早年间去了云南做买卖 一直就没消息 打云南到姑苏 那个年头那个路啊 太难走 所以说孩子很无奈 万幸 有个好舅舅 娘家这边 有人管他 舅舅姓金 金元外 这个人心眼好 哎呀 自己的妹妹跟妹夫去世了 偏下这么一个孩子 你说没人管那行 都不管我得管那 亲娘舅 那就跟爹是一样的 接过来吧 把孩子接过来了 别难过 啊 虽然说你父母没有了 不是还有我吗 舅父 舅父 舅舅 也如同是父亲一般 放心 孩子 啊 从小就喜欢你 小的时候有神童之美誉 你是个好才能 日后你一定能够鲤鱼跳龙门 成就国家的栋梁 哄着孩子呗 搬过来住吧 天天的跟这 我找人伺候你 每天还跟这念书 简断接说 到了18岁 大小子了 啊 就看着喜欢 好孩子 出息的也有母样 而且这些年没有鞋的歪子 就是一门心思念书 做文章 高兴 和这个 马上就快进京赶考了 还有一年的事 这一年 很重要 老头就琢磨着 老跟家里这待着也不是事 家里边 人来人往的 他乱 不利于我们孩子 念书 打扶人出去 说你们看看吧 找好地 有不错的院子 带后花园的 有假山 清静所在 有那闲房 给我们租赁这么一套 让你们家少爷跟着念书 念个一年半年的 进京赶考 尤其这段时间 很要紧 必须得去 撒出人一找 有半天 回信 这可简单 本身来说家里有钱 你说 今集有租花园 给少爷面书 拿着 好找 来信说 您瞧瞧吧 这有这么一间 大院子 两进的四头院 后边带一个花园 假山 金鱼池 超手游郎 而且人家是刚搬走 这家人 人家的少爷当了官了 接父母太爷走 老爷子老太子家人都去了 上任了 这没人住 而且这房子没祸祸祸 干净 挺好 看看去吧 金鱼池带着自己这个外甥 风来仪 到这一瞧 这屋瞧去那屋看看 东西家具都是齐的 自个来的 这身袖就穿 进门就住 到后花儿一瞧 喝 花园也不来 他不是说荒废了多少年 人家是刚搬走 一直跟着住来着 花儿草啊 都挺好的 一看就妥了 一问多少钱也挺合适 当时呢 就把钱给人家了 说谁住 就是少爷跟着住 好极了 那就住吧 回去安排人往这儿 搬书 搬应用的东西 替换的衣服 又有这么两个小书童 跟着一块 当天就住进来 他住进来 这个孩子 没有邪的歪道 这么多年来也是如此 老实 而且呢 为人很谨慎 那我跟这个 跟我舅舅这儿啊 我得好好念书 我不能说 给我舅舅丢人 这不成 我这回考试赶考 我得好好考 嗯 我看看能不能 中国撞 我用功 一门心思 都是这 别的就没想过 每天就跟屋里边 念书 有时候这书 同意劝他 对呀 您别老这么念 您得 活动活动 散散心 是不是 老跟屋里待着 不闯 换换脑子呗 啊 行 你们说 让我换换脑子 我就听你们的 把书放去 站起来出门 院里面站会儿 十分八分就回来了 又打着书 书同意 瞧 你们瞧 不是让您出去散散心吗 已经很开心了 战半天了 哎呀 大爷您真成 您这太爱看书 您不能这样 我给您出去 如亏如意 您这样啊 每天清晨起来 我们伺候您洗脸漱口 喝茶 吃点去 上看书 到中午呢 吃午饭 午饭之后 您睡一会儿 哎 睡这么一会儿呢 起来 您上后花园 那儿溜溜弯去 啊 看那花啊 看看草啊 喂喂鱼啊 哎 跟那休息一会儿 您再回来看书 看那晚上一吃饭 就得了 啊 行行行 我听你们的 你这自个儿没准乳气 孩子能说什么 他也听 早晨起来 沏上茶 洗完脸 书完口了 吃几块点心 喝点茶水 这就开始 写字啊 念书啊 自己写了很多的诗 非常的好 啊 没首诗拿出来 都不错 啊 这 朝鲜明月光 一时地上霜 记头望明月 我叫郭德纲 写完之后呢 自个儿呢 撒了很多 装定成册 诗集啊 是一本一本的 写了很多 满桌都是 上午念书 中午吃完饭 书童看着 在烟睡觉啊 必须得睡觉 哎哎哎 睡觉 躺下睡觉 现在中点说 俩中同 哎 两三点钟 这儿起了 是吧 跟书桌 书童说不行 说好了吗 您呐 后院花园 您上那儿啊 歇会儿去 待会儿我们喊您 叫您回来 您再念书 一会儿天黑了吃饭 哎 睡醒了 在花园 到花园看看 嗯 心旷深意 经常看看 这个绿色的植物啊 对人有好处 调解一下 就是甲山 啊 这底下有这个 鱼池 不大吧 但是挺好 养着很多这个 啊 红色的金鱼 跟这一拍巴掌 金鱼都过来了 啊 啊 他男朋友 这这什么意思 这是啊 怎么怎么有余啊 回屋了 问书童 这这怎么回事 书童乐了 你看 你看 拿块饱饱 得喂他 好好好 好幸啊 拿着六个馒头来了 还没有啊 一会儿巨龙上来了 这馒头全扔里边了 转天书童问他 大爷 水面上飘着六个馒头 那您干的吧 所以 不能那样 你得搓碎了 搓碎了给他 天天如此 这天 午睡之后 让书童啊 给他送到花园里 书童回去收拾 就他一个人 手拿折扇 东潇西看看 啊 挺棒啊 喂个鱼 这还有人 有俩笼子 养着小鸟 看看鸟 瞧瞧这个 甲山 看看流水 自个儿弄这么几首诗 这一面 非常的好 猛然间 一抬头 花园的院墙外边 是别人家 别人家的花园里边呢 有一个二层的小楼 这会儿的功夫 小楼那个窗户 被人打开了 自扭一声 窗子一开 风来一抬头 就看窗户那 探身 有一位姑娘 离着远 瞧不太珍重 但是仔细一瞧 这姑娘很漂亮 气质很高雅 头上也没戴着什么 三环首饰 在家里边也不是出血 而且脸上也没有 抹着什么粉 胭脂 淡淡的有一些个妆 可是觉得这个人呢 很高雅 这人就是如此 你看有的这个女孩子 其实长得挺漂亮 没事就得捣尺 你脑子上带着各种的花 三子 缝拆 还抹着这个粉 腌制 描眉 眼睛画着 嘴画完之后 瞧着老公猪不借 他救吗 其实洗了脸挺漂亮 化妆的东西 恰到好处 这个姑娘 就可以说是恰到好处 看着也不张扬 气质很高雅 凤莱姨 十七八岁 按说也应该到了娶媳妇的岁数 尤其那个年头 十六七就有孩子了 很正常 他这就算是碗子了 之前舅舅也提过 说不是亲的 找我媳妇 不不不不 功名不成 事不取亲 给自己定的规矩 说我这个事业上要不成事 我不搞对象 哎呀 舅舅高兴 看他还有多事情 可老这样也不行啊 最近也为这事着急 说了几回呢 他也不往心里去 但是今天 无意中看见这个女子 凤莱姨 怦然心动 可能这人到了一定的岁数啊 这个东西不用教 他自个儿就能明白 就突然间有了这么一种爱慕之情 心里边自己就想 何家女子如此的标志 谁这姑娘怎么这么好看 我要是能与此人皆为连理 不复平生 我要能跟他结婚娶了 他当我媳妇 我这辈子没白活 站在这儿可就愣 都这会儿功夫 就听着楼上这个姑娘说话了 龙香 龙香 你快点啊 摘几朵花就回来 就听有人答应 是一个小丫鬟的声音 哎小姐 我马上就回来 哦 哎 他喊龙香 龙香是谁呢 按他话中这个意思 一分析像是个小丫鬟 是吩咐这个丫鬟去摘花 可能是这个意思 嗯 正想着呢 这个花园那有一个小门 小脚门 平时有这个花像啊 出了进去 走那 门一开 有打外边 进来一个小丫鬟 十五六四 头上梳着两个小抓紧 这带着一朵小花 啊 穿着打扮呢 挺合体的 非常可爱一个小姑丫头啊 打外边进来 他进来也没看见 风来仪 因为靠墙角呢 种了很多菊花 小孩过去就掐着菊花 一朵两朵 风来仪想啊 嗯 这可能就是龙香 他就是邻居家的小丫鬟 哎 我要是跟他熟识了 小姐那儿 我就能认识 你看平时这人呢 什么都不懂 但突如其来的这一下情窦开了 也不用教啊 就看着这个姑娘 想怎么说话 小丫鬟 掐着花 啊 掐着掐着呢 这第六感觉就告诉他了 说这有个人 人有没有第六感觉 应该是有 啊 躺上睡觉 闭着眼 你拿着手啊 就搁他这指着他 他一会就能醒了 他指着 他说这个 拿科学怎么解释 你闹不清楚 啊 你容等我 找点相声演员 一块开会员就完了 再告诉 但这个确实 人有时候能感觉到 有人呢 嗯 今天就是如此 小姑娘猛然一回头 吓一跳 哟 你谁啊 你吓我一跳 风来一乐了 哈哈哈哈 身世一离 露香 一向可好 这孩子愣了 啊 因为两家是邻居 之前这个小孩经常过来掐花的 习惯了 后来这家人家搬走了 也知道 但搬来人 他不知道 他以为这没人了 突然间这站着一个树上 他没明白过来 正愣着呢 啊 喊出他名字来了 露香 一向可好 小孩傻了 哟 你是神仙呢 你是妖怪啊 哪很单纯嘛 以为这突然间哪蹦出去 你是神仙 你是妖怪 风来一夜乐 手中折扇轻摇 姑娘 你看看 哈哈哈哈 我这样子怎么能像是神仙呢 妖怪 姑娘要跑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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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说明 我说错了 我说错了 你 你不吃人 你会 别别别 不吃人 不吃人 告诉你 我刚才讲错了 我 不是神仙 我 不是神仙 我也不是妖怪 哎呦 吓死我了 那你是干嘛的 我是念书人 哦 那你怎么住在人家家的院子里边呢 嗯 好你个龙乡 你还敢问我这种话 你怎么能到我家的院中来摘花呢 你家的院子 我 我老上这摘花的 我每天都来 你小姐让我来摘的 我就来的 啊 之前我就一直 后来他们家搬走了嘛 那你是干嘛的呀 龙乡 哎 等会儿 你怎么知道我叫龙乡的呢 哎 我呀 会算 你瞧了吗 平时这脑袋跟死木檀似的 到这会儿 他会说话了 我会算 啊 我念的书多 我知道你叫什么 哈哈 掐指一算 哦 我知道这个小孩 叫龙乡 龙乡 龙乡龙乡 龙乡 龙乡 我算就是龙乡 那龙乡 是吗 哎 我还告诉你 我还能算出来 你是哪来的 嗯 好奇怪 那你算算我是哪来的 你就是旁边这家的 你是小姐的使唤 丫鬟 嘿 相公你太神奇了 哎呀 你太聪明了 嗯 我还能 算出来你家小姐叫什么 你信吗 要 你真能算吗 你先说说 看跟我算的一样吗 好啊 我家小姐叫素梅 一样 我算了他也叫素梅 哎呀 相公你太聪明了 啊 一般一般一般 你你姓什么呀 我姓凤 我叫凤来一 呦 凤相公你看 你看你连自个都能算出来 你家素梅小姐 一向可好吗 嗯 挺好的 啊 啊 你你认识什么家小姐吗 我不认识 但我住在这 你们住在旁边 咱们是邻居 啊 以后咱们要多亲多近 每天呢 你过来啊 跟民一块这聊聊天啊 摘花来 你回去 替我问候你家小姐 你就说 隔壁秀才 凤来仪 啊 多多的问候 记得住吗 记得住 好 明天 你要早来 谢谢你啊 说吧 是 一功道地 小姑娘拿着花 转身走了 书童爷找他来了 差不多了吧 你应该看书了 哎哎哎 叫回去 回去的日子还是一样的 该念书啊 念书 该写字 写字 可是啊 这个心里边老琢磨着 这个苏眉姑娘 啊 这人要是惦记上了谁啊 在脑子里边是挥之不去 这一宿 翻过来覆过去 竟想这 花分两头 小丫鬟龙香 回到了绣楼之上 姑娘正等着呢 怎么这么半天呢 摘几朵花至于吗 啊 小姐 您不知道 我刚才碰见一个人 碰见谁了 碰见那个 咱们隔壁的一个秀才 隔壁都搬走了 全家上任去了 怎么还有人呢 花将啊 不是 花将没在 我碰见一个念书人 试试啊 哦 你还跟人聊天了 那么大姑娘 不认识跟人说话 没修 哎 她 她可神奇了 她 她是神仙 啊 她怎么叫神仙了 她跟你变什么了 她什么都没变 她能算 她能算出来 我叫龙香 那不算什么 她能算出来 我叫什么 那才叫活神仙 您猜怎么着 算出来了 她算出你叫素梅 啊 是吗 小姐听到这心音了 天下还有这个事 呵 你看看老说有神仙有神仙的 你可没见过 这神仙长什么样 小姐 好精神的 好看这 看这也就个十七八岁 是个念书人 她现在住在这 哦 她叫什么呀 嗯 哎呦 坏了 赶紧说完忘了 我想想啊 她这个 她这个信跟名不一样 嗯 她姓 她姓什么来着 小姐你算子 我哪会啊 哎呀 身体边挂着 她姓凤 对 她姓凤 我那一听姓凤 这个信不多见呢 叫什么名字 就真想不起来了 她还一再地跟我说 让我问候您呢 你瞧瞧 人家念书人托付你的 让你问候我 你怎么给忘了 你看你了吗 你越来越傻了 你哪里都不够狠了 不是 小姐您别说这个 我当时 当时想得挺好 我这 我怎么就忘了呢 快说 她叫凤什么 我想不起来了 你又找打了不是 啊 不是 你别打我 哎呀呀 这 你看 我这一直我想着 还怕忘了 怕忘了 你还是忘了 那个 哎呀 她叫什么来着 凤什么呀 凤 凤什么来着这是 我 我走的时候 她一再说嘛 转告小姐们 说这个 凤来仪问 哎 她叫凤来仪 多量点了点头 凤来仪 这个名字不错呀 啊 有凤来仪 嘿 哦 她说什么了 她说的是 嗯 让我问候您 说咱们是邻居 啊 反正就是这个意思 哦 姑娘点了点头 默默的又念了几遍凤来仪的名字 那个年代封建社会 大姑娘没事不能出去 唯一的乐趣就是在秀楼上 啊 什么秀个活呀 做个医生啊 也就是干个这个 那个裁剪培训班之类 其他的业余活动没有 打门不出 二门不迈 哪都不能去 没有这大姑娘出去说能上街上留班的 绝不允许 啊 所以说 听说有这么点事是非常的高兴 哎呦 旁边有这么一个 跟神仙似的念书人 他能算出来谁叫什么 谁叫什么啊 而且听小丫鬟说 说他长得挺精神挺好看 哎呀 什么叫好看啊 我是能见他一面 那该多好啊 姑娘心底也有了这么一种想法 到了转天 清晨起来 风来一洗脸漱口 喝了茶 吃了点心 把书放在这 书童 我现在能去花园吗 书童说 那个没人拦着你呢 不过你每天不是说 上午念完书 吃完了中午饭 要午睡 午睡醒了才去吗 是啊 那我现在午睡行不行 我不是出国我 您这不刚起吗 不是 那我 那我现在 我吃午饭 您不刚吃完早点吗 哎呦 你这事闹的 什么时候能到中午啊 小书童纳闷 大爷 您这怎么了 您这事 不是 你不知道 我现在特别愿意上花园待着去 那你也念书啊 哎哎哎 坐在这儿 又看了会儿书 好容易熬到了中午 这儿饭也得了 吃饭 吃完饭 睡午觉 刚躺下就起来了 哎呀 我睡醒了 书童说不能 您刚躺下怎么能醒呢 您再睡会儿吧 哎哎哎 又躺下 没十分钟 又坐起来了 我睡醒了吧 书童说您怎么了 这是 您踏踏实实的 什么都别想 您就跟这睡觉 一会儿就睡醒了 每天都这样呗 嗯 好 我听你的 又躺下了 啊 躺下瞪着眼 书童说您哪 得闭眼 您要不闭眼的话 您且睡不着觉 好 我闭眼 闭上眼 自己嘴里还刀您这 哎呀 我得去花园啊 我得去花园啊 书童乐 您这是怎么了 您该睡觉就睡觉 睡醒了 您就能去花园了 哎 我睡醒了 躺就睡 没想到真睡着了 再睁眼 天都黑了 天都黑了 筋骨奇观 夜里边翻过来 翻过来掉过去 就没怎么睡觉 这会儿睡着了 好 踏踏实实的 小书童也没敢叫他 一睁眼 现在中点说 五六点钟 哎呀 糟了 我怎么 我怎么睡过头了 啊 起来之后 坐在这儿 十分的懊恼 疏童进来了 大爷 该吃晚饭了 哎呀 淡无事 你怎么没叫我呀 您瞧 你每次睡午睡都是 睡一会儿就醒 我看您今天睡得挺香的 我就没打扰您 哎呀 大爷不是 爸 您不说 打算去花园吗 这会儿去 这会儿还干嘛去 算了吧 嗯 明天再说吧 大爷您怎么了 你别管我 很郁闷 回过头来 再说小姐素梅 到了下午又打发丫鬟炉香 摘花去 哦 你要见着那相公 你跟他说 昨天人家问咱们好来着 咱们今天呢 也得问人家好 会说吗 我会说 小丫鬟来了 啊 推开脚门 往花园里边走 一瞧 要 这凤相公没在 先掐花吧 掐了好些个花 等了半天 还是没来 这怎么办呢 老个人呆着没事 接着掐花吧 啊 就又接着掐花 又等了半天 没来 回去吧 登登登 回修楼 小姐 看看今天掐这些花 小姐一看 好你上哪批发去了就是 弄这么些花 我没事 我就掐花 哎呀 他今儿都没 没在那 那谁知道 可能出去了吧 你以前还还见过他吗 没有 就是 就昨天掐你一回 哎 你说今儿 今儿他干嘛去 那谁知道 这可能是你这个 掐花去完了 去完了 人家都走了 明天你早点去 哎 当天姑娘老觉得心里有事 闷闷不乐 转过天 清晨来 梳妆打扮 收拾好了 喝了点茶 吃点点心 姑娘打发这丫鬟 去掐花去吧 昨天咱们掐这还没用呢 哦 那那你也去吧 我这个 我去干嘛去 你去看看 那凤相公 在不在 要在的话你 你问个好 下午 你上午去 万一 万一他上午出来呢 哎 那那个 那下午呢 上午要看见了就不去了 上午没看见 下午你还去 哎 哎 小姐您这是怎么了 您管着吗 快去 哎 小丫头重来 来到这 推这门 啊 往花园一走啊 瞧瞧没人 要么小姐这是怎么了 从来没遮掩过 这不抽了疯了吗 啊 非得 非得让我们一早上去来掐花 这是 没人 待了半天 回去吧 转身要走 身背后 传来 风来 疑的声音 龙香 我可 看见你了 哈哈 所以你回头 要 神仙呢 再想这神仙啊 都卷了边了 怎么呢 就这一宿没怎么睡觉 翻过来 掉过去 掉过去 翻过来 也搭着白天 睡得太磁势了 你算呐 昨天打中午 吃完饭就躺去了 溜溜 睡着下午六点 白天睡 晚上睡着觉 很精神 有心事 这一宿 折腾狗桥 眼圈都黑了 一睁眼 就跑出来了 想上这个 花园来等着 一眼就看见龙香了 这会儿可不是丫鬟 救命的活菩萨 来着跟前 一躬到地 龙香 你挺好的 龙香一回头 要我 我事挺好的 您怎么了这是 神仙 这别神仙了 你怎么才来啊 我才来 我一早就来 我叫才来 我说 昨天下午我来 你们这没人 我就剩摘花了 哦 冯来一回头啊 强强的菊花都没了 就剩一片绿叶了 昨天你弄的 啊 我都弄了 我等你等不来 没事干 我就剩掐花玩了 哦 小姐 可好 小姐好着呢 我瞧您这精神状态 不是特别好 您怎么了 病了吗 我没病 我没病 小姐 小姐好就好 就好啊 你有没有跟小姐说 我问她好 我想一想 哎呀 你给忘了 你别让我说话 你不让人说话呢 不是 你说没说呀 我说了 哎呀 无阿弥陀佛 哈哈哈哈 我谢谢你 谢谢你 龙江 你怎么说呢 你怎么说呢 我没怎么说 我就说 旁边那院 有一大爷 人家你等会 有一大爷 你比我大多了 再一个了 你肯定是 是主人 我们这当奴仆 那不得 尊称一下 哎呀哦 你这个地方 你尊敬我干嘛呀 你怎么说大爷呢 我就是 就有一大爷 有一老大爷 还老大爷 那更完了 这不是 你怎么说这个话呢 你别着急 我逗你玩呢 哎呀哦 你这是要我的命啊 快说快说 你 你怎么说的 嗯 我跟小姐说 有一位 书生 他是个神仙 哦 你你这么说的啊 我说是个神仙 可聪明了 他 他能算卦 这这句差点 神仙就完还得算卦 还有呢 还不要钱 哎就别说 说这 别说这个呀 是 不要钱算得还挺好 挺好 然后就说 能算出来 我叫容湘 小姐呢 叫素梅 还能算出来自己 叫 凤来仪 靠我这话说的不好 容易让小姐 多想 反正我 我也说不立足 就跟小姐 夸了一通名 哦 小姐说什么了 小姐说 呸 你说完这个小姐说 呸 小姐正端着杯喝茶 有一茶也进嘴里边 她说呸 你吓死我了 你叫 不吹我 不吹我 之后呢 之后小姐又说什么了 她说 呸 怎么又呸 刚才没睡出去 哎呀 我得死你 你手里边 小丫鬟呢 你别 你别逗我 行不行 你说怎么着 我干嘛说呀 你是神仙呢 你能算 我什么 哪孙子才神仙呢 好实话 说成了 丫鬟姐 丫鬟姐 你别逗我 你说实话 到底你家小姐说什么了 嗯 嘿 我说 你问候她 小姐 好像挺高兴 啊 然后说 好像也问候你 问您好 哈哈哈哈 好好好 我好着呢 我好着呢 嗯 好 那好极了 我 我 我谢谢小姐 你跟我说 你 你跟他说 就说我谢谢她 谢谢她 啊 行 我谢谢她 那就 就这样吧 啊 好 你赶紧去 赶紧去 你再 还来 还来 看小姐怎么说 我还来干嘛呢 掐花呢 你看看哪儿还有花 哎呀 你不要去 你拔草来就行 没听说 我 好花 拔这草回去 我们就回去植草莲子 你来 你来 哎 你一会儿 你下午还来 你来 我有东西给你 让你转交小姐 好吧 那你可下午准来啊 我别 我来的时候 你不在 你放心 我不走啊 我就跟这等你 小丫头 转身出去了 出脚门 回到秀楼 姑娘这等着呢 要 楼下你回来了 回来了 小姐 太好玩了 怎么了 您不知道 我那个 我去了 我去了 我瞧瞧那 那沈仙 那奉献 咱们说什么了 哼 那个 这人挺好意思 他一再地问 问我跟您说什么了 还问您说他什么了 是吗 他都问什么 哟 没问什么吧 你再想想 准准问 问什么了 为什么 没想好 反正 哦 他说 哎 又忘了 你这孩子 你这个脑子是要的命了 你这是 他都说什么了 嗯 好像他说 说谢谢 对对对对 他说问候吗 然后说谢谢您 谢谢您 哦 你跟他说 就是我说的 不客气 快去 而且这个 我就为这么句话 你快去孩子 快去 好孩子 回来我给你 给你买好吃的 不是你们这一个谢谢 一个不客气 你们来回这么 我招式惹谁了 我这是 你看 你去 你去 他不会烦你 是他是不会烦 他跟我说 他让我下午再去 你下午去干嘛 他让我拔草去 你这边惹祸 我没惹祸 我就把花儿都掐了 那可能是 罚你跟那块拔草 你跟着去 跟着去 那边有忙 你就跟着帮 拔草啊 弄个鱼啊 弄个池塘啊 换个甲山 不是您拿我当那个 弄不行 没大劲 不是小子 你就去吧 干两活干两活 搁一遍 你去趟 你就说 你就说这个 不客气 不客气 我们小姐 也问候您 这还不会说 不说我 我慈喷的嘴 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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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丫伙出来了 来到这儿 一推这个门 一瞧啊 没人 怎么呢 凤来一回屋了 丫伙看了半天 十分惆怅 叹了口气 又回来了 跟小姐说 人家没在 人家让我下午再去吗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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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着吧 一直等到中午吃完饭 现在说 一点来钟 小姐催他 快去吧 快去吧 哎哎我这就去 这就去 小丫头又来了 来到这儿 推开这脚门 现在站着等着 等了一会儿的功夫 就听前院脚步声音 风来仪来了 手里拿着一本诗集 前文书咱们讲过 他是非常的会写诗 写了很多的诗 自己都装定成册 非常的好 今天宅处一卷 自己比较喜欢的 捧着来 实指望小丫鬟来不了这么早 没想到 一探头 丫鬟那等着 高兴 快步如飞 到了切尽 龙香你来了 嗯 我来了 您让我下午来 有什么事 哈哈哈哈 哎呀 我没想到 你来得这么早 我得谢谢你 你别着急 是我们小姐 催我来的 她让我跟您说 不客气 哦 哎呀 小姐这是 太客气了 太客气了 我让你来 我是有事 我手中这一侧诗集 乃是我吸血而成 我不是神仙 我就是个念书的人 啊 这里边有我的一些个诗 有一些个词 你拿回去 让小姐看一看 指出里边 哪需要修改 有何不妥的地方 我愿意在小姐面前 请教 啊 丫鬟姐 谢谢你 要 您想您太客气了 好嘞 那我们就走了 哎哎哎哎 再见再见 这接过来 打花园出来 转身回绣房 啊 来到绣房 姑娘正着急呢 还回来啊 回来了 您看看 我给您拿点东西来 要 什么呀 您看看吧 这是地上去 啊 姑娘翻开一看 哦 这是 哼 这就是那个 凤相公 写的 啊 他写了好些个诗 自个呢 都定成一本一本的 说是 这是宅的 比较好的 说让您看一看 姑娘点点头 啊 接过了一瞧 这是 凤来一拳击啊 这是 打个一瞧 心里边 先说了一声好 怎么呢 字好 这写字啊 他跟那个人的品性 是一样的 啊 说您瞧这时候 写这字啊 连画圈 带道 脏不活活 甭问 粗心大意 他一瞧人家 凤来一这个字 撇撇如刀 点点四桃 铁画银钩 凤舞龙飞一般 而且来说 从上到下 所有的字 大小一样 啊 没有脏的 展卷的地方 没有 说明这个人呢 心细 认真 做事严谨 哦 这一看 字好 再仔细一瞧啊 诗好 啊 人家这个诗 不管是评色 韵律 还是意境 都不赖 一片片翻来 姑娘点了点头 紧心绣口啊 就这个水平 这是当状元的材料 不觉得 又有了一分 爱慕之意 哎 没想到 天下念书人众多 还有这么一位高才 真不错 非常好 喜欢 姑娘 她写的好吗 写的挺好的 你也看看吧 哎 小丫头接过来 哼 多好啊 多黑啊 多黑啊 丫头不认字 大小个 你看 怎么看 都好看 小姐说 你给我撂去吧 别跟这装 装那行了 你这啊 小姐不认字 我们那是的好坏 你要夸好 那就好 嗯 那个 今天天晚了 你明天 再去花园的时候 跟凤相公说 你说 大作 拜读 啊 我看两天 再还给他 另外再问问 还有没有别的诗集 我们也愿意 瞻仰 瞻仰 哎哎哎 你蒙晚了 你让我找个药去 当天夜里边小姐挑着灯 就把这诗集从头到尾的 又看了好几遍 越看越爱 那怎么呢 其实这个人怎么这么有才呢 真不赖 啊 喜欢他 转过天来 又到了下午 小叔从这伺候着 吃完了饭 说您午睡吗 不我不能睡了 我这个前两天落的课太多了 我这个 你甭管了 我该写字写字 该念书念书 哎 把小叔筒打不出去之后 又拿出一本诗集来 来到花园这儿 等龙乡 等不多时 脚门一开 龙乡打外边进来 哎呦 方相公 您在这儿呢 啊 我就等你了 昨天那本诗集 哪与小姐观看 却是如何 嗯 挺好 小姐还夸您来着 喉 愿闻其详 哦 你什么意思 不是 就是这个 你说吧 他怎么说的 啊 那个 那么小姐说 你这个诗写的可好了 他说你这个诗啊 是大败毒 啊 放来一听 大败毒 吓一跳 啊 过去药铺里边 每到夏天 都跟这个药铺门口 支一口大锅 里边熬的大败毒的汤 蜈蝎啊 蝎子啊 这些个中药 搁的一块儿熬 还有赖蛤蟆什么的 都有啊 都是各种有毒的动物 拿那个熬的汤 说是以毒攻毒 喝这个治病 那个汤 叫大败毒 啊 我们小姐说了 您这大败毒 完了 凤败一的心都凉了 他说我这东西苦 而且还恶心 啊 跟大败毒那汤似的 哎呀 看来我这个学问 还是不到家 小姐看完 说我这个不灵 跟药似的 大败毒 还说什么呢 说今天还要大败毒 那让你们小姐上药铺吧 老板 你们也是这么贴 不是 夸你好吗 大败毒吗 什么玩大败毒啊 嗯 我没听明白 不是小姐说 要我 让我告诉你 说昨天那本 已经大败毒过了 说今天要有新的 再大败毒一回 小姐说那个大字了吗 那你瞎说八道的 不就昨天败毒了吗 今天还想再看看 对对对 是是是 是这么一个意思啊 您您再再给 大败毒来 怎么大败毒 再再再再再来 来一本 我这不拿着了吗 你看看 啊 你看看这个 跟那个又不一样 啊 因为这两者之间 相差有半年 意境也不一样 心态也不一样 哈哈哈哈 啊 你看看 这个 我我别看了 我看我也不懂 啊反正反正我看挺好 你们这俩本 纸都一样 那管什么 不认字啊 不认字啊 那行了 那得了 那你把我这大败毒 拿回去吧 哎 那谢谢您吧 我再问你 小姐看是 表情如何 没没注意看 挺好 反正是这一天到晚的 老攥着你那本书 一边看一边还 还扎起嘴啊 说这 嗯 可能是好吃吧 你这什么味 是像你那样吗 没有吧 好像不错 我跟你学的是 别学了 把狗招来了一会儿啊 行嘞 丫鬟姐 你多多的 费心 哎 好嘞 小丫鬟转身 又出去了 啊 后来之后 把这本诗集又成 您看看这个吧 小姐一看 罢了 每一篇都非常的好 说难得这个人 有始至终 就是这一功劲 你好多人写诗也罢 练字也罢 就跟这个练毛笔字似的 哎呀 我今天啊 我要当书法家 嗯 买毛笔 买墨买纸 来练吧 练了 写两篇 这就什么时候练出来 我去你的吧 扔了 有恒心的人并不多 写文章也是如此 做事都是这样 说难得这个人 有始有终 而且看得出来 内心的劲不屑 哎呀 就特别的渴望 说我是真想见一见 这个人长什么样 可是封建社会 这个话不能说 这个事情也不能做 传扬出去 会被人笑话的 可心里老琢磨这个事 怎么简短结束 这点诗集啊 接二连三 就搬到小姐的修楼上了 啊 好 小书同意归这屋子 不对啊 说这个 呃 大爷 咱屋里面这个 东西见少 啊 什么见少 不是 我记得桌子上这好些个 诗集怎么都没了呢 啊 是我这不是 呃 看看不合适 不满意 我就都给他毁了嘛 哟 挺好的 您怎么不满意呢 啊 我这个 我觉得我还应该更好一些 白痴高干更进一步 啊 我还得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啊 我得努力 所以那不好的 我就嘟嘟撕了 哟 好 我没看您扔哪啊 这么些个没有了呢 啊 你甭管了 去吧 不用你了 到后来姑娘自己有时候 也把自己写的一些个诗句 托小丫鬟带过来 啊 哎呀 奉来一如获之宝 哼 你看看啊 小姐写的太棒了 哎呀 高兴 你给我写了 我也给你写 啊 你有来源 我有去语 你能填字 我能加字 写吧 这叫什么呀 传书递简 啊 这些个信 这些个诗 有来有往 一篇一篇的 简短结束 两个月的头上 两个人心中 就是离不开对方 而且到现在俩人 没见过面 那么说推开楼上的窗子 姑娘站在那一探头 不就能看见了吗 原来行 早些心里没事 推个窗户看看 说话 现在推开窗户 不敢探头 怕万一看见凤生 说什么呀 合适吗 老觉着这个 所以倒害羞了 不敢探头 哎呀 奉来一这心中 也是白爪挠心 这么长时间 两个人 只是凭着一张纸 来往了解 聊天 这天的下午 花园里边 小丫头又来了 这么长时间呢 姑娘她再小的 多少也明白一点 知道我们家小姐 喜欢这位凤相公 相公呢 也喜欢我们家苏梅小姐 可是他们俩让我干什么 我是准听话 下午又来了 在这花园里边 说这个相公您 没念书 说没有 我这个 心里有点事 我想 我想求你点事 嗯 你说吧 有什么事 我能帮上忙 龙香啊 你说咱们也认识 好几个月了 是不是 你这个孩子 确实是非常的可爱 挺好 显如性 我有这么一件事情 想求你来办 但不知道 你愿意不愿意 要 您瞧您说的 您要说让我杀人家 我不敢 您要说给您帮一个忙 我是非常愿意 您说是吧 嗯 我也不瞒你 你也老大不晓得了 我跟你家小姐 这么长时间 传书地简 彼此心生爱慕 嗯 但是 一直就没见着 我很想 请小姐 下得秀楼 嗯 到这儿来 我二人 见上一面 聊一聊天 你看怎么样 要 相公啊 这个忙可不好帮 那你想啊 小姐 大家闺秀 哪能轻易的就出来呢 是不是被人传扬出去 好说不好听 嗯 你说的也有道理 不过呢 我二人 轻轻勃勃 也没有任何丢人的事情 无非是彼此爱慕 况且咱们两家离着非常的近 你每天如此往来 你还不知道吗 对不对 没有人能看得见 你不说 我不说 他也不说 只是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请小姐来 我们互相见个理儿 我上你们那儿去 不方便 请他来 我觉得没有这么大的罪过 丫头姐 你看行吗 嗯 那我问一下 成不成 再两说着 如果要是成的话 您打算什么时候 哎呀 最好是金明两天 要今天可不成 今天这么一说 小姐没有准备 最快也得是明天 风来一折磨 明天正是十五月圆之夜 点了点头 好极了 那么咱们就约在了明天 花园相会 金谷奇观 接眼前文 书生 奉来仪 渴望与小姐素眉相会 见上一面 求这个小丫头 你给我去说说 看成不成 如若要是成的话 明日十五月圆之夜 请他过府来 我们见面 聊一聊 小丫头说这玩意儿 说这事儿反正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小姐要是愿意 这事倒好商量 就怕小姐不愿意 就每天在一块 写个诗 传个信 这魂子罢了 真贱一命 这传扬出去惹了事 罪过太大了 没事 你先问 跟小姐先说一下 看你家姑娘 同意不同意 咱们是这样说 我现在就去说 您等我一会儿 有什么消息 我马上回来 好 多谢龙香 您客气了 小龙香出脚门回秀楼 来在屋里边 姑娘跟着坐着 正写东西 手里拿着毛笔 正写字 龙香啊 姑娘 我回来了 我又写了一首诗 也不知好不好 回头啊 你给凤相公送 让他给我说说 看看哪不好 姑娘 那个 要怎么了 这孩子 乐什么 你们瞧 我现在觉得吧 我挺吃亏的 给我这死丫头 什么玩你就吃亏 不是 你说您跟 凤相公 你们一天到晚的 写字什么的 老让我来回去传 我这腿都跑瘦了 你们就不能见面去聊吗 去 孩子 我们姑娘家家的 那哪方面出去 是不是 小姐 我有话 我不敢说 那我什么不敢说的 你说吧 哎 我今儿又瞧见 凤相公了 他说 他说什么了 他说 说呀 他说十分仰慕姑娘的才华 就是离得这么近 咫尺天涯的 也见不着面 他想请您 上他那院串个门 见上一面 姑娘您看 行吗 哟 苏梅姑娘听到这脸 蹬就红了 封建社会 这不是一个小事情 啊 这个 跑人家去 见人家去 这传扬出去 实在是不好听 坐在这愣了半天 没大声话来 就觉得心口窝 这 崩崩之调 龙香看着他 姑娘 愿意也在您 不愿意也在您 您说一声 我给人家回个信去 哎 龙香 你说你也进府好多年了 姑娘 我对待你怎么样 要那不用说的 小姐您对我天高地厚之恩 嗯 我挺疼你 拿你当我的亲妹妹看待 你说 这个事咱们 能去吗 哼 反正 您是老说 男女受受不亲 是吧 一口一个人意道德的 大姑娘 小小子不能在一块待着 可这几个月 我没有一天 不上人家那院去的 我去的 您就去的 要 去了 要万一 出点事 能出什么事 我这去了好几个月了 不还这样吗 传出去 好说不好听 那这么说 咱仨要不说 就 就没人知道吧 那是 姑娘您多聪明 这个事您就是过去跟人聊聊天 接风邻居见见面 谈谈诗集 说说写字 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哎呀 你说这个 多害臊 我闹这事闹的 嗯 我还是犹豫 那成 那我就跟他说去 就说姑娘说了 不成 还你别去 我多都说不去 是啊 我看您这意思要不去 我真 我姿态嘛 是不是 你这样 你跟凤公子去说 哎 男女之间多有不便 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 你让他给我们一个信物 我们才能踏实呢 呦 小姐 您瞧您这个 还得让人给您点信物 就是保证他出去不瞎说呀 嗯 可有一节您记住了 人家真给您一个信物的话 那您不就成人家媳妇了吗 妖小四丫头 这叫什么话呀 其实话说出来啊 事就是这么回事 你要是不愿意给人当媳妇 你何必沾惹这一水呢 只不过呢 姑娘脸皮薄 不好意思 故此出了这么个主意 你问他 成不成 好吧 那我去了 早去早回 小丫鬟下秀楼 进脚门 不是花园 一进花园 风来一跟着站着 哎呀 你怎么才来呀 啊 我这没走多一会儿 我是两眼望穿呢 哎哟 大爷您着什么急着 你们这不回来了 回来就好啊 这个 怎么样了 怎么样了 您瞧瞧 您怎么都 都急成这样 你 你不了解我们这个念书人的心态 我想问一下 丫鬟姐 你跟小姐说完之后 结果如何呢 嗯 小姐说了 男男女女 在一块儿 让人笑话 不是 这有什么笑话呢 你咱俩见天在一块儿 你谁笑话咱俩 是啊 您是相公 我是丫鬟 我们是底下人 当然没人笑话了 哎呀 那 那 那 然后呢 然后 我就 就来了呗 完了 就完了 嗯 没事 我记不起来了 哎呦 你坑死我了 你 你这脑子怎么 到时候 你别着急 我想一想啊 我想 你快想快想 快想 都说什么了 嗯 哎 什么 没想起来 你没想起来 你哎呀 什么呀呀 不是不是 我先让你高兴高兴 我高兴得起来嘛 快想 好丫鬟姐 你就要了我的命 哎 哦 想起来了 嗯 是我们 姑娘说了 嗯 传扬出去 好说不好听 啊 反正 我不会说 我们姑娘 也不能对外人说 那么你呢 我的相公 哎呀 丫鬟姐 我傻疯了 这里边关系到小姐 明姐呀 我能出去说吗 嗯 那就好 小姐说了 你要不说 这是还有商量 单则一件 哪一件 嗯 小姐说 要想成就此事 想找你要 一件 信物 哈哈哈哈 把凤来衣美的呀 好好好 太好了 小孩说 怎么了 怎么那么高兴 你不知道 孩子你小啊 这说明姑娘 对我有意 啊 你放心 此东西拿过去 我 对天发誓 今生今世 非小姐 不娶 呵 你还别说 到底是念书人 脑袋官是真聪明 你知道小姐找你要什么吗 哈哈哈哈 你说说 小姐找你要万两黄金 小姐是个财迷呀 她还有多数账没还这是 不是 小姐说 万两黄金 她不用 她说让你给我 你少来这套 你就是穷疯了 不是 我这不跟你开玩笑吗 是不是 那个 那那那那那你打算 拿什么东西 跟小姐 你稍微等待片刻 凤大爷也转身 既是流星 快如闪电 蹭一下子 就跑过去了 小丫头都看傻了 好家伙 说是念书人吗 念书人怎么办 诗意 不乱步 上街啊 这么一走 吓小语了 稳当当 宁可把衣服 湿了脚底下 不能乱 湿意 不乱 不 雨大了 终于了 还这样 哇 大雨 清吞 也这样 你就都湿了 慢慢走吧 哇 下毛子 跑吧 谁也受不了 念书人 今天 今天 这位大爷 已经顾不得念书人的身份了 一撩着一声脉步 咔 早入星就没了 五分钟不到 又跑回来了 小丫头看了眼都化了 好家伙 快啊 这爷您干嘛去了 先喘喘 谁让你跑这么快 歇会儿歇会儿 坐着这个 假山台阶 您说吧 怎么着呢 嗯 我拿了一二东西 你看一看 你伸手 又打怀里边 套出来了 什么呀 一个玉蝉蝴 一块白玉 随着这个鞋 叼出来一个蝉蝉 蝉蝉是蝎蝠 但是三族为蝉 象征着财运 古代人呢 拿这个雕好了 它是做镇纸 写字的时候 压纸用的 这是当初舅舅 金元外 给自己外甥 拿着吧 这个写字是用 是他心爱之物 但是当初也说了 有一天 举媳妇了 拿这个 给人家当一个定理 说的都挺好 今天 他把玉蝉蝉取出来了 这个东西 这是我们家的宝贝 把它 交给小姐 你作为信物 我这个心 你是明白 一定要跟姑娘 说清楚 明日晚间 在这 消灰 而且来说 也希望小姐 能赐我一件心 哎 好嘞 回到秀楼上 姑娘等着了 你回来了 我回来了 姑娘 她给了咱们什么东西 给咱们一铲除 你出去 出去快扔了 怪个样的 不是 不是 您说那个 那不赖蛤蟆吗 那绿不尽的 不是那个色的 白的 哎呦 更个样 快出去 不是 是玉的 说着话 套出来了 往桌子上一放 不是很大 姑娘一瞧 这块玉还非常的润 啊 拿着手里一瞧 惊弓巧作 点了点头 足见奉来仪的心 啊 很支撑 行 就以此物 作为正平 小姐 人家可说了啊 人家说那个 让林爷得给点 振物 怎么还跟着 闹妖叫 不是 那叫信物 对 给点信物 哦 他要什么呀 他要黄金万两 你跟他说 玩去 哎呦 不是 这我 我要的 我要的 要您才了迷了 呵 你们俩人真儿两口子 说话都一样 那您给人点东西吧 好嘞 这一伸手打头上 拔下来一根簪子 你把这个 给他 跟他说 这是我贴身之物 好极了 人家说明天 嗯 明日十五之夜 月圆之时 我自会去找他 哎 打秀楼上下来 小丫头 赶奔花园 啊 一进花园 你瞧这位 凤子爷坐那 好 还没喘 大爷我回来了 哎呀 怎么样了 更激动了 嗯 姑娘挺高兴 啊 挺喜欢你那个 玉蝉厨 让我将这个簪子 给您送来 嗯 接在了手中 奉来一言乐都宽下来了 哎呀 见此物 如见宿眉小姐 哎呀 谢主龙恩 啊 别在自己的头上 明朝人呢 拢发包襟 男人呢 也带着簪子 所以这个 不会被人发现 也好了 那 明日之事 你放心 明天十五月圆的时候 我跟他一块来 您在此等候 您就注意 小心点 千万不要 走漏风声 哎 好好好 我谢谢你 我谢谢你 嗯 两人分了手 小丫鬟回秀楼 凤公子 回到书房 说从进来 给七正茶 他严谨饿吗 我不饿 快点 快点 睡觉 干嘛 睡觉 睡觉 睡睡觉一会 月亮就圆了 月亮圆不了 今儿十四 明儿才十五呢 哎呀 好好好 等着吧 他这一宿 翻过来 掉过去 睡不着觉 熬到 金鸡三畅 天光大亮 这一起床 树桐 树桐 哎 树桐进来了 大爷 好 天亮了吧 今天是十五 是今天是十五 好好好 赶紧 赶紧归着 收拾屋子 就是家来串门的 谁来啊 喊你甭管谁来 你就收拾吧 哎哎哎 这规矩屋子 收拾 洗茶 洗茶 买水果 买水果 买这苹果 买水果 洗 赶紧洗 洗 谁来您这么招待 你这甭管 甭管洗 不 削皮 削皮 苹果都削皮 等人来在这 我都削皮 烧吧 坐在这 拔个大苹果 都削皮 搁那摆着 十分钟都黑了 苹果削皮得吃 不吃割 这一会就秀了 拔个黑苹果 搁那搁着 坐这看着 天黑了吗 哪天黑 这 您看看 这外面 太阳刚出来 这不得急死人吗 您这是 我从来没看您这么着急过 您这是等谁 等我一个好友 是 和您看看 也别说 咱们住这这么长时间 没有串门的 是吧 行 谁 哪位相公 你管 你管谁 你管谁 哎呀 行 行 等着吧 中午 吃中午饭 心不在焉 吃 好歹吃几口 饱了饱了饱了 饱了 饱了 叔从这收拾 收拾完了 一指那桌子 大爷 这八个土豆 我端出去了 吃完中午饭 休息一会儿吧 那哪睡得着觉 站在院里 斜着眼看这太阳 叔从 叔从 大爷 什么事 给我找个猪肝去 找个猪肝 您干嘛 我把这太阳捅上去 哎呀 您 您 您这是 啊 猪肝 捅这太阳 您听说过吗 哦 对对对 这 不像话 猪肝捅太阳 所以烧化了 后来 哎呀 铁头 喊您别瞎琢磨了 行了 哎呀 这天怎么还不黑呢 嗯 简断结束 终于熬到吃晚饭了 拿吃着下去 三口两口 普露几口饭 行了 撤 撤 都撤 啊 七茶 七茶 削苹果 您别笑了 别笑哥那边 谁吃谁笑吧 都准备好了 坐着等着 告诉小叔从 你今天啊 还回我舅父那去 在这儿 你不许待着 又代言我犯什么错 你没犯错 知道吗 今天家中 有客人 你不能在这儿搅和 我这 我知道您来客人 无非是几位 童小的秀才呀 大伙来了 跟这儿谈诗论话 我不搅和 你不搅和不行 你今天回去 你回我舅舅那住去 明天清晨 你再过来 您一人行吗 没事 你走你的 把小书童打发走了 把门关好 坐着等着 等了一会儿一瞧 天完全黑下来 站着当院一看 明月高悬 正是十五月圆之夜 风来一心花怒放 心里很高兴 今天晚上与小姐家妻相会 哎呀 这么长时间 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心里非常的高兴 有打中厅出来 穿过了月亮门 来在后花园 站这儿等着 现在中点说话 晚上九点来钟 就听到花园门外 脚步声音 听声音是两个人 一膝有环配叮当 是女人衣服上的环配 在想 心里边 蹬蹬蹬的支票 心说可来了 稍等一会儿 脚门那打开了 有打外边 先进来一个小丫头 顶经一瞧 龙香 龙香往里边走 门可没眼上 冲着 风来仪摆了摆手 风来仪心里高兴啊 低声问道 你家小姐呢 龙香马首一指后边 那叶子在后头呢 风来仪这心都快出来了 打了胆身上土 正了正头上的棍 站在这儿 眼观鼻 鼻观口 口问心 心口如意 哎呀 直喘大气 怎么呢 太紧张了 哎 站这儿等着 再小小丫头转身出去 功夫不大 把小姐素梅 掺进来了 来了 近前 飘飘下拜 凤相公 凤相公 您好 哎呦 这一句话 凤来仪啊 就觉得 胡都飞了 都不会说话了 哎呀 小姐 意象可好 酒目 酒目 方容 精得实践 小声 不负平生 姑娘呢 把头低下 很羞臊的样子 小丫头龙香看了看 哎呀 难道说 叫我家小姐 就在这园中站立吗 哦 不不不 请至厅堂待茶 三个人 有钱有后 屡里行行 穿过了月亮门 来在了客厅 迈步进来 俩人坐好了 小丫头在旁边站着 我说 凤子爷 丫头姐 嗯 我问你一下 家中还有何人呢 得问清楚 你俩还谁在呢 哦 这个 只是有我一个人 啊 先前有一个小书童 我把他 打发到我舅父那去 你放心 无人干扰 就是咱们 三个人在此 哦 那好极了 要是三个人在这啊 小丫头 我可就不方便了 哦 丫头姐 你 您甭客气了 这点事 就是我清楚 从头到尾的呢 都是我传书地简 我就是这 小红娘了 说到这姑娘脸子 红了 把头低下来了 小姐 您别不好意思了 既来之 则安之 您跟相公 好好地聊一聊 那 我就不打扰了 我先回去一趟 呃 待会吧 看看什么时候 我是在接您来 是怎么着 嗯 你去吧 哎 小丫头打这出来 又出月亮门 奔后花园 出脚门 回修楼 怎么了 这个地不能呆 你看不合适 就留下他们两个人 在这聊天 屋里边 很寂静 这就用是那句话了 掉一根针 都听得见 只剩下俩人的心跳了 这边坐着凤来仪 这边坐着宿梅小姐 两个人 谁也不知道说什么 心里边都蹦蹦地跳 孤男寡女 半夜三经 对桌而坐 心里边都觉得很幸福 但是不知道头一句话怎么说 半天的功夫 奉来仪 小姐 小生 实在是猛撞 只因 爱慕小姐的才华 故此 冒昧相邀 不周知处 魂望姑娘 亮情依二 姑娘的脸都红了 你说在屋里琢磨这事 我去跟人聊聊天去 好说 但说真坐在这 觉得 怎么待着都不是个姿勾 也不知说什么了 好容易有这么一节目眼 奉相公 这么长时间 看了您很多的诗句 知道您 曾乃亦才子也 古人云 与才子 岂可交臂而失之 故此今晚 不揣冒昧 前来拜访 公子 不怪 都是客气话 说这些日子 静看你的诗 写的真不赖 今天晚上我很冒昧啊 我很猛撞 我说你这串门来了 您别觉得不合适 你别瞧不起我 哎呀 姑娘这是 哪里画来 小声 命龙香姐 送去玉蝉厨 姑娘可曾得见 已经收在我秀楼 锦囊之内 嗯 那个蝉厨 他乃是我舅父 给我的 只因小生父母双亡 得成 舅父 抚养 是他言道 我日后 若是定亲 此禅除 便是 定亲 之理 说这话 他喊着话 下来了 不好意思 啊 你直接说别的 也不合适 话六话 说那个东西呢 是我们家给我的 定亲用的 啊 你要拿着了 那就是说明 你答应我这门亲事的 姑娘这脸痛红 啊 说什么呢 啊 嗯 是 我 我 我已经收好了啊 我那个 我那个簪子 嗯 凤相公您见着了吗 啊 我就 我天天带着他 我带着说什么 帽子都摘了啊 又是都带着了啊 嗯 小姐 承蒙小姐亲爱 小生我 我 不知说什么好了啊 她这坑是别度的 姑娘觉得也是 不知说什么好 这俩人实在是 没有说话的结果眼 就听着外面 啪啪啪啪 有人拍大门 凤兄 兄弟 在家呢嘛 哥哥瞧你来了 屋里这一男一女可都傻了 四不相对 姑娘很害怕 谁呀 您不说 家中奴仆进阶潜去 只是郎君一人 原计划是这样的 一直是 就一个书童打不走 谁呀 你别害怕 别害怕 不是 我在这 是不是 不方便 不 不是 方便 不是 谁呀 他坐在屋里 大厨 大厨 外面听不见 谁呀 谁呀 喊了好几声 外面 胖胖 还砸门 开门 再不开门 我可就砸门咯 开门 这是谁呀 挺纳闷的 老这么坐着也不是事 姑娘说 要不然您看看是谁 那行 那我去瞧瞧 小姐 稍安勿躁 小生我去去就来 哪知道这一去呀 就没回来 闲话少叙 说归正传 筋骨奇观 接眼前文 上文书咱们说到 书生奉来仪 相约宿梅小姐 十五月圆之夜 两人要相会 听堂之众 孤男寡女 对坐聊天 两个人坐在这儿 是默默寒情 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心里边是一肚子的话 不知道说什么 正在这会儿的功夫 就听着啪啪啪 有人砸门 兄弟 冯来仪 开门不临呐 屋里当时就是一惊 宿梅吓一跳 哟 这是谁呀 冯来仪说 我也不知道啊 你瞧瞧这事闹的 我这论被子 没人找我来 今儿这是怎么了 这是 有心不理这茬 外边砸门的声音是越来越重 电影广屁就发插 公子心说 我得开门瞧下去 那我不开门 待会儿啊 他能把大门给我拆了 站起来往外走 宿梅很紧张 公子 我怎么办 小姐 你你这样 你到旁边那 稍微躲一躲 哎 你可快点回来 你放心 这就来 宿梅躲起来了 风来一打 屋中出来 来了大门这 好这门砸了 定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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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兄弟 想死我咯 听声音没听出来 站在这 谁呀 就听外边乐 兄弟 你连哥哥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 我是你的好哥们 我是王宝善 外边说了名字 风来一琢磨 嗯 有这么一朋友 这人姓王 叫王宝善 两家关系还不错 大小呢 可以说是光着屁股一块长起来的 发小 但是很长时间呢 没有见着面 那王家呢 搬出去了 没在这住 这是最近就回来 今天这位 王宝善 王的爷 回来之后啊 就到处问起了 这个 风来一住哪了 有人说 跟他舅舅在一块呢 哦 我这瞧他去 哥俩 这么长时间没见着了 得一块喝个酒 好好聊聊天 走着街上 碰见小书童子 小书童认识他 啊 因为之前聊天 说话都知道 哎 您是王相公 有话 你小子干嘛 我没事 啊 我还伺候我们家大爷呢 哦 你还跟着 凤子兄弟 是 哦 书童乐了 我说的呢 我们大爷 朝思暮想 判的是您呢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从清晨起来 风来一啊 让人家孩子收拾屋子 沏茶倒水洗苹果 忙活一气 一直说 家中要来人 小孩不知道是谁 啊 天太晚了 给轰出来了 走着街上碰见他 哦 可能是 王子爷 我往上没明白 什么玩儿等着我呀 嘿 清晨起来 大爷说要来客人 忙活一天 感情 是您呢 哈哈 王宝山很高兴 这么说 他还没有忘记我 对呀 我今天就是要找他 聊聊天 续一续就 那得了 您快去吧 一直就等着您来着 好嘞 说好了这路程怎么走 王宝山 奔这儿来 啪啪啪 这么一砸门 啊 里面这问谁 他乐了 听声音 知道是风来一 兄弟是我 这儿哗啪啪 把门打开了 哎哟 哎哟 没想到啊 宝山兄 哎 兄弟 你挺好的 我挺好的 哈哈 哎呀 这是很久未见了 是呢 可说呢 哈哈 你挺好的 挺好的 哎 我说 奉贤弟 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王兄 我怎么不对了 嗯 家里来了客人 不让屋里边让 还在门口聊天吗 啊 啊 是 你看看 哈哈 哈哈 人兄 所言极是 啊 您这是 从哪来啊 好 我搬出去了 三位多里地 这不刚回来吗 回来先瞧瞧你呢 哎呀 您看看 这好久在里面了 您看看您 回家歇着歇吧 哎哟 这拍玩笑了 我这 大老远 几百里地 冲着你来的 这刚见面 不让进屋 让我回去歇着去 这不是 我是怕您这个 身体牢发 旅途牢顿 嗯 我再累 我看见你了 我也不累了 啊 是 您说的是 有道理 其实来说 凤兰仪这心里边 紧张极了 为什么呢 那屋里还藏着一个素梅呢 你说这个 和夜之间 孤男寡女相处一世 是 我们这没有邪的歪的 可让别人瞧见 好说不好听 我自己倒还罢了 关键人家姑娘 这让外人一说如何如何了 他那脸上挂不住 显得不合适 所以说 不好意思 往里边让这位王宝善 站在门口 那意思 寒暄几句 你就走了就得了 没想到 王宝善听死心眼 怎么着 不打算让我进去吗 哎呀 王兄 你看 你我知己弟兄 数载未曾相逢 今日相见 我这心里高兴的 跟什么似的 哪能不让你进去呢 还是的 兄弟 那在屋里说话 不是 你看 屋中 尚未打扫 不干净 恐怕斩了您的衣裳 兄弟 你说这个话 这就是远了 哎 不是 我 你看 你想多了 你这样 我今天不进去了 我还是 这有点饿了 咱们这样 咱哥俩先吃饭去 你跟我走 吃完饭之后 咱们再回来聊天 你瞧成不成 哎呀 我不饿 你不饿 我饿 走的 我就不能 哎 兄弟 跟着我走吧 一来着胳膊 万万就走 凤兰一直抖了手 坏了 我那屋里 还有一位呢 可这王宝山劲还挺大 啊 俩人连丝不带裸着 走了 屋里边 坐着一位 苏梅小姐 哎呀 我怎么办呢 嗯 也听不清楚外边说的是什么 自个儿一个人 我这 我躲一会吧 是怎么着的 待会人家进来 人家问我 我说是谁啊 人来串门的 这位是谁 我说我干嘛的 是不是 我也不能编下话 我藏哪呢 他这屋里没藏人劲 我来本书挡着 不像话 挡不住 我蹲在桌子底下 这功夫大了 腿都麻了 这怎么办呢 啊 站起身来 躲在鸡角 拿书柜 掩着自己的身子 往外瞧 恍惚惚 看见门口那儿 凤公子跟一个书生聊天 听不清楚说的是什么 但是感觉两个人好像很亲热 心里稍微放心了 怎么呢 你说这外边来帮要账子 这屋子待不住了 但听这声音 说明两人是顾骄 应该没有太大的事 嗯 我估计啊 公子说几句话 给他打破走了 就得了 但这看着嘛 一会儿公子一瞧 两人一前一后出去了 心里痛快 哎 这行了 这就送他去了 哈哈 给他送出去呢 他再回来 就进屋了 等着吧 等了老半天 这还没回来 这是送哪儿去了 这是啊 这这不要命吗 那边要住的基本里这以外 这送回来 这都明下午了 这就 哎呀 还等着吧 坐在这儿是寂寞无聊 咱们简断结束 按现在终点说 就等着夜里十二点了 姑娘一瞧啊 我不能再等着了 这不像话 估计是 他有点难缠的事情 绕住了 我就别跟这儿待着了 我出去吧 打这屋出来 往外走 过月亮门到花园 一进花园一瞧啊 小丫鬟龙香 跟那儿坐着冲嘴呢 这赶紧过了一拍他 龙香 呃 呦 姑娘 我已经来了 走 咱们俩走 哎 奉献公 不知道 给人家叫出去了 啊 叫出去了 我拿回去吧 俩人出来上秀楼 坐在 哎 倒口水喝 哎 倒了杯热茶 这聊了天 这个 你不聊什么呢 哎 别别多嘴 问这干嘛 您瞧 姑娘 您不是说不拿我当外人吗 是不是 您您说说 您今天肯定聊了好些个事啊 没老大不晓得了 我们学一下 你都说什么了 嗯 就客气了几句呗啊 哦 对 开始是得客气啊 哎 客气之后呢 就出去了 他就啊 出去干嘛去了 来人串门子 他出去出去就跟那人走了 哦 然后呢 然后我 我这不就出来了吗 哦 没说正经事 啊 是 没说正经事 什么都没聊 这玩意儿 这哪说理去 嗨 您瞧这事闹的 这谁 公子也是的 来串门的 别开门就完了呗 这是何苦呢 还行 你别说了 好 这事闹的 睡觉吧 睡觉吧 有什么事 没人再说吧 当天晚上 姑娘睡觉了 那么这位凤兰仪呢 哎 哎 现在说 夜里一点来周 这才回来 哼 跟这个 汪宝珊 两人回来 那 凤公子还不能喝酒 喝一点酒呢 就晕得糊涂 哎呀 这位王子也是 真能喝酒 喝多少都不醉 酒性非常的好 吃饱了 喝足了 两人回来 到大门口这 汪宝珊说 我不进去了 天太晚了 这个我家走了 你该歇着就歇着吧 哎 得嘞 我谢谢您吧 凤来一进门 把门关好了 插上 回到屋一瞧 没人了 心说 躲哪去了呢 东桥桥 细看看 两边都没人 只是抖了手 心说 这叫什么事呢 姑娘肯定要埋怨我 心里说 王宝珊 王宝珊 你是我的冤家对头啊 啊 你说这不没眼的事吗 好吗 院子有这么一个机会 跟宿梅小姐 单独相会 你非把我带出去 你这招谁惹谁了 这是啊 转过天来 清晨起来 小书童回来了 哎呀 那个 我昨儿回去 这样整合室 啊 干嘛呀 那个 金元外 让我接您 啊 什么 金元 您舅舅 让我接您 说把东西 归着归着 咱们得进京赶考了 这么快就进京赶考了 嗯 说是那个再晚呢 就误了考期了 而且咱们这个路也不近了 还得打出道上的富裕时间来 哎 什么时候走啊 就现在 归着归着 啊 收拾东西就回去 然后安排安排 没什么事 明天咱们就该走了 下午这 人家园子这 人本家就来接房子来了 啊 就走了 啊 就走了 哎 好吧 心里非常的沮丧 小叔从这收拾东西 奉来 已来在了后花园 这等着 很希望 龙香能够来 但是一直就没看见龙香 那么说龙香怎么没来呢 哎 天下的事都巧了 清晨起来 小姐这儿梳妆打扮 跟龙香啊 俩聊闲天 这还说呢 其实下午没事 你去花园去一趟 瞧瞧凤香啊 跟他说一声 问昨天怎么回事 不带这儿的 让他非礼师 赔礼道歉 要不然这事没完 哎 正说着呢 家里来人了 谁啊 是这个苏梅小姐的外婆 就是姥姥 打扮人来接下来了 啊 姥姥想外孙女 打扮空叫 就把闺女给我抬来 好些人都没看见她了 这儿闺着闺着就走吧 说给那边来个信 也没机会 啊 头中午就走了 那儿等着吃吃中饭 姑娘归这完了 上轿子 问姥姥家去了 她也走了 这边等着 哪儿还有人去 等了很长时间 也没瞧见 龙香在过来掐花 冯来仪特意转着墙角 这儿冲着墙外 冲着秀楼那脚 一劲的咳嗽 啊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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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呀 让他们听去 啊哼 没人识这茬 啊 啊 熟从出 您干嘛呢 我喊喊嗓子 喊嗓子干嘛呀 您这进京 您这是赶考去 又不是搭班唱戏去 啊是 我真的想 哎 嗯 行了咱走吧 走吧 这东西都归着完了 打这儿出来 赶奔 救父家 金元外一瞧见 外甥回来了 很高兴 孩子 这几个月让你 在那供书 自己觉得怎么样呢 啊 救父 嗯 生而觉着还好 啊 这些日子我也没有谈完 好好地念书 我估计此番进京 应该是不错 嗯 好 那 你要是有这个想法 那个救救是非常高兴 啊 此番进京 但愿你熬头 独栽 连我也跟着你沾光 是 舅舅 我 我努力 好 哈哈哈哈 安排一切 准备好了 此日清晨 打扶人 哎 准备了一切应用之物 护送着奉莱仪 赶奔京都 前去赶考 这一路上 心情是非常的郁闷 挺难受 是脑 啊 恋恋不舍 放心不下 第一 那天晚上吧 我对不起人家 啊 本来约着人家一块聊天赏月的 万没想到 来一个串门的倒了煤的王宝珊 飞拉着我出去喝酒 我就大半夜回来 人家姑娘走了 那是准生气了 你哥谁谁也不高兴 而且来说 转过天来 我又没瞧见人家 连一个赔礼道歉的机会都没有 你说这叫什么事 而且我这直接的 我就进京赶考去了 哎呀 这得什么时候能见着呢 心里挺不自个儿的 一路无数就来在了京城 天下的橘子可都在这 那个年头啊 这个赶考 中状元 是读书人唯一的出路 山南的海北的所有的这些个秀才 这些个念书人都齐聚在京城 啊 等着吧 开始啊 都找一个小旅店 先得住去 一般来说呢 都在这好听的 哎 这连生店 这都爱去 啊 这名字很吉利 住下来之后 一直等到 供院里开始科考了 都到这来 一进门呢 这是非常严格呀 所有的举子呢 一个一个往里边走 进门先得搜身 啊 实际上全搜一遍 带着东西也得搜 包括这个 你带着馒头 馒头都得掰开来看 带着饼 都得切成角 一角一角看 看看你有没有带东西 如果有家带 那可就惹祸了 就不能再考了 考场里边呢 是一间一间的小房子 这叫号房 按照天地悬黄 宇宙洪荒 啊 签字文 这么捋下来的 一间一间 非常的小 房子很小 啊 基本上 跟我这个位置 差不多多少 有什么一块板 这板呢 横过来之后 跟这当桌子 能写东西 晚上放平了 搭上底下 躺那睡觉 啊 哎哟 过去有这么说吗 三篇文章 考成鬼 两字功名 误杀人 不容易啊 全国的才子 都上这来 你知道谁能中 谁不能中 哎 今年这科考 一发榜 投名状元 大伙一瞧 凤来一 不错 啊 说这小伙子学个好 那是 而且这些年来 他也是真下了功夫 没有斜的歪的 啊 也没有玩心 什么事都不摄和 净念输了 也就是最近 刚刚在恋爱方面啊 有点开窍 其他的没有 这些年的知识 方面面的 非常的扎实 所以 考了一个 投名的状元 消息传出来 呼 全都轰动了 了巴的呀 啊 这是大才子 就有人把喜讯 送回到了老家 谁高兴 舅舅高兴 嗯 哈哈哈哈 哎呀 你们都听见了吧 啊 我的外甥 凤来一 这么些年来 孩子不容易 父母双亡 孤身一人 是我这个做舅舅的 把孩子拢在身边 让他读书 啊 嗯 孩子争气 啊 真是争气 你看 透明的状元 行了 我们也跟着孩子 一块露脸 这叫书香门第的 高兴 哎呀 消息传的非常的快 这一传不要紧的 把媒婆就招来了 你想这道理啊 谁不愿意把闺女许给状元呢 是不是 日后说一放肥圈 到哪儿去当个官太太 那是想不进的人间富贵 嗯 张媒婆 李媒婆 王媒婆 赵媒婆 都来了 屋里院外挤的 牙牙叉叉的 哎呀 金媒媒 一瞧 你瞧就知道呢 啊 现如今 我外甥 这一当了状元 把媒婆们啊 算是美坏了 叫进来吧 一个一个来 这个叫进来 呦 媒婆 这给您道喜了 哈哈哈哈 哎呀 听说了啊 您这大外甥 这回可不赖 投明的状元 给您道喜 哈哈哈哈 媒婆也聪明了 哦 是是是啊 这个有事吗 嗯 跟您说啊 这不嘛 听说了 呃 你们家这少爷 得了状元 得状元 不要紧 哈哈哈哈 王媒外家 那小姐就瞧上了 有个想法 说这个 打算跟您做门亲 好可以呀 那孩子也不小了 这个 王家这姑娘怎么样 呦 您甭说了 家里有钳志呢 啊 黄金饭 两人家都有 哈哈哈哈 头二年就挂过 钳艇牌 啊 水田倒田 物济其数 家里边太有钱了 啊 这姑娘怎么样 好好好 头是头 脚是脚 啊 眉毛是眉毛 眼睛是眼睛 都挺好 啊 就是 就是 有点小缺陷 哦 什么小缺陷 哈哈 就是 你看你们这边 主要是念过书 念过书 啊 我们这个 没有人能跟状元爷比文化 比这个学问 比不了 好那没事 姑娘没有文化 不认字 放心 女子无才 便是德 这不叫毛病 这事不叫毛病 还有小毛病呢 还有什么小毛病 没有鼻子 哈哈哈哈 不叫这样 对他们家提供钱 那管什么用啊 我们家这状元 怎么能找没鼻子呢 是不是 啊 这不成 轰出去 那那个进来吧 又进来一个 呦 元美音 给您道习啊 好 同习同习 什么事 就是那个孙家那小姐 咋都给说说 哦 元美音说 这么说好了 这个孙家小姐 有钱没钱 认字不认字 搁着一边 她这有鼻子 呜 元美音 您太通情达理了 我还想跟您 最后说这个事了 哈哈哈哈 这小姐啊 好着呢 就有一个小缺点 俩鼻子 哈哈 就是她那小子 看不出来 不像不像 滚着 啊 这媒婆见了无数 这个来了一说 哎呀 刘家的小姐漂亮 啊 就是稍微胖了点 这个三百多斤 啊 三百多斤 这个款式啊 多撞门面啊 元美音气的 不像人的话 啊 那我们家孩子 得重壮业了 你们这是如影竹雪一般 但是我也得对得起孩子 虽然说是我的外甥 如同我的亲儿是一样的 我不能让孩子必须 啊 跟外边说 有多少多少种的条件 如果不答应 我亲家这孩子 绝不可能跟他们成亲 外边可都嚷嚷动了 谁传都得这么说 哎呦 听说了吗 这个金元外家那个少爷 现在是壮严了 啊 哎呀 打算挑一门媳妇 可是啊 人家眼光是高 列位 咱们这位相公姓凤 叫凤来仪 但是一直跟着舅舅长大 外边人一说都说是金家的少爷 所以好多人都认为啊 他姓金 您可记住了啊 好多人都这么认为 消息传来传去 这天又来一个媒谱 啊 跟这个元外一见面 也是乐得跟要咬人似的 元外爷 元外爷怎么都这毛 你们这么喜气一个个的啊 您来这时有事 是我听说了啊 这不老金家除了这么一个壮严爷吗 这是好事给您道喜 啊 行快同喜 啊 怎么这些日子元外爷听着听着 耳朵起了讲着了 挺好 你直接说吧 是是是是 我这是奉冯老夫人之命 前来做媒来的 啊 我知道 这些日子呀 本地的媒婆都来一绝了 啊 您今天来也是说 对对对 冯老夫人 老太太疼人呢 家里边有钱 这是老太太的外孙女 嗯 姑娘好看之极 漂亮的呢 这不是打算 跟您做门亲吗 元外爷 也不知您同意不同意 哦 冯家之女 嗯 我得问清楚 这姑娘有毛病没有 呀 咬 咱们说的这话 能有毛病吗 是不是啊 哈哈 我不跟他们似的 啊 他们说话败事都没谱 我就说话 吐口吐沫掉地砸一丁 啊 这个玩意儿 这是说瞎话的事吗 这是给状元爷找夫人 日后就是官娘子 真就一带宅的 架过门去 好 您得骂我一辈子 而且那跟状元爷不相符啊 是不是啊 我说这姑娘啊 哎呦 头是头 脚是脚 母院是母院 没有这么好的了 哦 照你这么说 这是天上难寻 地下难找 哎哟喂 元美爷 这个姑娘啊 错不了 我给你 Wear 那个 反正 呢 heavily 下 是